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國際風雲 今天是美東時間7月19號星期三 這期新聞主要內容有 美臺21世紀貿易倡議將成為法律 評論認為這展示了美國意願 涉及侵害人權 美國國會小組調查美國風險投資公司對中交易 俄羅斯要聯合國三個月內達成要求 才會重啟股務協議談判 來看詳細內容 美國參議院在沒有反對票的情況下 通過了美臺21世紀貿易倡議第一階段法案 法案將由美國總統簽署成為法律 臺灣方面表示了高度歡迎 這向美臺雙方達成的歷史性貿易倡議 包含了12個議題 其中官務行政及貿易便捷化、法治、 服務業規定、反貪腐、中小企業等五項議題 已經達成了共識 後續美臺將繼續就環境、農業、數位貿易等七個條款進行討論 美國在臺協會處長 孫小雅19日在臺北表示 雙方達成首部分協議 將起到示範作用 對國際社會展示美臺關係的擴大 臺灣總統府表示 臺方感謝美國國會以具體行動促進雙邊經貿 強化臺美夥伴關係 為對方取得最大利益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愛肯商學院教授 謝田對希望之聲表示 對於這次達成協議來說 美國的主要考慮就是對臺灣進行更多的貿易便利 中共一直在干擾 阻止臺灣加入各種各樣的國際組織 而在實際上 美國基本希望採取各種各樣的方式 例如立法也好 其他途徑也好 讓臺灣有機會 完全全面的參與國際社會的經濟活動 另一方面 對於美臺兩國達成協議 中共外交部表示了高度反對 聲稱美國方面 應該停止任何形勢的美臺官方往來 在今年的6月1日 美臺21世紀貿易倡議首批協定 已經在華盛頓美國在臺協會的總部 由臺灣駐美代表蕭美琴等代表完成了簽署 自由亞洲報導引用臺灣總統府的說法表示 這是兩方自1979年以來 結構最完整的貿易協定 對於中共政府提出的意見 美國方面之前表示過 中方並不應該對美臺雙方的往來反應過度 相關合作符合一個中國原則 在19日 臺灣行政院長陳建仁前往立法院 針對臺美貿易協定專案進行報告 他表示 首批協定不會改變臺美之間的商品關稅 也沒有牽扯到修改臺方法律 雙方未來談判的重點 沒有涉及市場准入商品類別等項目 謝田評論表示 要看到這個21世紀面向未來的一個經濟倡議的話 它基本上確定了臺灣對美國越來越緊密的經濟關係和貿易關係 條款中加入了很多包括貿易權力這樣的內容 對於國際社會來說 這次協議的推動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提升臺灣經濟地位的路線 臺美21世紀貿易倡議首批協定專案報告結束之後 將在20日和21日送交國防、外交、經濟、財政等6個政府委員會 審查工作將在7月24日完成 自由亞洲引述臺灣經濟部長王美花的發言表示 這份協議會涉及美國對臺灣銷售農產品的內容 臺美農業規模不同 美國是重要的玉米、小麥產地 這是臺灣需要的 美國對臺灣的出口會增加 很多是互補關係 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 美國眾議院特別委員會在19日指出 美國風險投資公司的交易 助長了中共的軍事建設和侵犯人權的行為 因此國會正在對這類的問題進行調查 根據眾議院中國威脅特別委員會的說法 包括高通旗下的投資部門、高通創投、華登國際 與紀元資本等幾家美國風險投資公司的中國業務 都在遭到國會的審查 重點在於他們對半導體、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 等中國公司的投資 委員會方面表示 中國公司仍在威脅美國國家安全 並參與侵犯人權行為 這些投資活動直接助長了侵犯人權的行為 協助中共的軍事現代化 以及中共取代美國技術領先地位的努力 這樣做是為了阻止中共使用美國的資金開發技術 最終在潛在的軍事衝突中對抗美國 或者幫助中共建設針對人民的監控機器 中國威脅特別委員會主席 威斯康星州的共和黨眾議員加拉格爾表示 我們不應該對針對美國的威脅提供資金 而伊利諾伊州眾議員 克里希納莫蒂表示 美國的資金和專業知識不應該被用來支持中國 雖然這個委員會沒有立法權 但是卻有傳票權 加拉格爾表示 調查的目標是編制一份記錄 幫助國會通過強有力的法案 特別委員會在傳票中 要求所有的總部位於加州的風險投資公司 在7月26日之前作出回應 這些傳票指責紀元資本和高通創投 分別注資了中共的礦石科技和商湯科技 這兩家中國企業都涉嫌協助中共鎮壓維吾爾穆斯林的行為 另外 華登國際對中國芯片商中芯國際進行投資 對美國國安造成了威脅 另一方面 美國參議院正在討論國防政策法案提出的修正案 法案要求美國投資者 就他們在中國和其他敵對國家的某些投資提交通知 白宮還在制定一項行政命令 篩選某些行業的對外投資 據參與這個過程的人士透露 擬議的參議院修正案和行政命令 受到了一定程度商界遊說的影響 俄羅斯當局19日表示 聯合國有3個月的時間運行雙方備忘錄上的條件 根據這份備忘錄 聯合國如果希望莫斯科重返股物協議的談判桌 需要協助俄羅斯的農產品出口 俄羅斯在17日宣布退出黑海股物協議 不滿聯合國提出協助俄羅斯糧食和肥料出口的承諾沒有兌現 黑海股物協議是在去年的7月份 在聯合國和土耳其的斡旋下達成的 讓烏克蘭股物能夠運出黑海港口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當時暗示 莫斯科一旦退出協議 將代表協助俄國糧食和肥料出口的相關協議 也一併終止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沙卡洛瓦表示 聯合國如果希望莫斯科重返關於恢復烏克蘭糧出口的談判 則有責任運行與俄國的協議 沙卡洛瓦19日告訴俄羅斯衛星電臺表示 俄羅斯聯合國備忘錄上寫道 這項協議將實施三年 如果一方意圖終止必須提前三個月通知 我們已經提前通知了 所以聯合國有三個月的時間達成具體結果 如果有具體的成果 我們將重返這項議題的討論 另一方面烏克蘭糧食經由歐盟東部流通 引發了當地農民的不滿 他們表示 一是當地的供應遭到了破壞 二是工廠會收購烏國的糧食 影響到他們自己農作物的市場 歐盟已經允許保加利亞、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 和斯洛伐克這五個國家 可以在國內禁止銷售烏克蘭的小麥、玉米、 油菜籽和葵花籽 但可以讓這些農作物過境出口到其他地方 這項措施將於9月中旬逐步取消 法新社報導說 波蘭農業部長特魯斯19號表示 烏克蘭鄰國呼籲歐盟延長 預計9月15號到期的烏克蘭股物進口禁令 他說 我們針對延長這個進口禁令到今年年底 已經簽署了一項五國聯合聲明 包括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亞 這五個國家的農業部長在華沙開會 也呼籲歐盟同意延長進口禁令 在19號 烏克蘭獲得了美國政府最新一輪 價值13億美元的長期軍事援助資金 五角大樓發布的公告顯示 美方準備對烏克蘭提供包括四套防空系統 和數量不詳的無人機在內的援助設施 以幫助烏克蘭對抗俄國 18號 多個國家的國防和軍事領導人舉行會議 討論為烏克蘭提供軍備的後續努力流程 根據烏克蘭安全援助計畫機構發布的資訊 各國討論為烏克蘭提供先進的地對空導彈系統 彈藥以及鳳凰幽靈和彈簧刀無人機的設施 並準備籌備資金 在俄烏戰爭爆發之後 五角大樓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裡 傾向於從美國的庫存當中提取武器 並且迅速運輸到烏克蘭 而最新的裝備需要經過一到兩年的生產計畫才能抵達前線 這套設施將包括大炮、掃雷設備、各種導彈、彈藥、卡車、安全設備和無人機系統等等 美國軍火製造商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指出 他們看到 在未來一段時間裡 由於烏克蘭戰場的衝突 軍備的需求將會一直處於高點 迄今為止 美國對烏克蘭總計提供了超過400億美元的軍備援助 中國的銀行業因為薪資高而被視為金飯碗 然而日前一家銀行的副行長 狀告銀行可扣工資的案子卻讓外界大跌眼鏡 在近日 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的一則判決顯示 遼寧建平農村商業銀行一支行的王某某 在升任副行長之後 銀行以他的職務發生變動為由 自2021年6月起將他薪水當中的績效薪酬 採取了部分延期支付 要到2022年底才能兌付 延期長達一年半 王副行長表示 由於績效薪酬延期支付 導致他每個月實際領到的薪資 只有人民幣幾百元 根本無法生活 於是他在2022年4月到5月期間 兼職打工以解決溫飽 銀行方面在得知了王副行長兼職打工之後 卻以他未履行請假手續礦工超過15天為由 在同年7月15日將他解職 同時銀行先前延期支付的 36,092.36元績效薪酬也沒有補發給他 王副行長先向遼寧省建平縣 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勞動仲裁 卻被裁決駁回 於是他把全案告上法院 要求銀行方面支付被延期的工資 並承擔訴訟費用 建平縣法院今年7月份一審以他擅離崗位為由 判決他敗訴 消息公布之後引發了網絡的熱議 不少中國網友對銀行副行長實際領取的月薪 竟然只有幾百元感到驚訝 並表示領的還不如銀行外面的皇位工 銀行都這樣其他行業可想而知 據大陸媒體《新浪財經》的報導 截至目前已經有多家成農商行 披露關於績效薪酬延期支付 以及追索扣回金額的相關信息 例如九江銀行在去年年報中披露 期內行內績效追索扣回總金額為163萬元 今年3月份 原銀保監會發文表示 山西的五家成商行合併重組期間 對61名高管和關鍵崗位人員 追索扣回績效薪酬3359萬元 報導披露 銀行人均薪酬一直是被業內關注 部分中小銀行的管理層年均薪資總額有所上升 但員工的人均薪資卻在下降 比如江蘇銀行2022年管理層年度薪資總額同比上漲了17.23% 但員工的人均薪資卻下降了17.67% 但同時也有部分銀行的員工人均薪資上升 管理層的薪資總額下降的情況 例如上海銀行、無錫銀行等等 在5月份經歷了地區選舉慘敗之後 西班牙社會黨首相桑切斯做出了賭博性的舉動 開啟提前大選 選舉日期就在本週日 政治炎熱的夏季 選民參與的情況存在大量的不確定性 目前大多數的民意調查顯示 廢禍領導的保守派人民黨獲得最多的選票 並有能力和極右翼黨組建聯合政府 如果這種情況發生 西班牙將追隨歐洲的右傾趨勢 並對桑切斯左翼政府的兩大支柱 綠色能源革命 以及女權和LGBTQ議程提出質疑 之前桑切斯領導的社會黨失去了包括馬德里在內的大多數重要的選區 為了繼續掌控權力 桑切斯宣布將選舉從12月提前到這個月 以對抗崛起的右翼保守黨勢力 在執政期間 桑切斯安撫了加泰羅尼亞和巴斯克地區的分離主義者 以贏得他們在議會的支持 在2018年 桑切斯之所以能夠將長期佔據領導地位的保守黨趕下臺 是因為當時社會黨的強勁投票率 但是在今年 他的支持率在加泰羅尼亞飆升 但在其他的地區下降 所以桑切斯選擇重組極左聯盟 蘇馬爾和一些較小的政黨與右翼進行對抗 在當前的競選活動當中 當被記者問到 如果他被趕出蒙克洛亞宮 他會做什麼事? 桑切斯回答說 我將贏得這次選舉 我堅信我會贏 中文字幕告